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成员呢还被指说跟好几个偶像都蛮相似的 其中包括了车营优 所以我就在想说哇现在这个虚拟偶像已经畏微风潮了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虚拟偶像当然没有变成风潮 可是它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那第一个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看 因为呢常常在日本韩国甚至美国 有一些经纪公司它培养了一个新人 好不容易把它培养红了以后 合约到期它就跳槽了 所以这个是初期开始这些经纪公司在思考 你很难去控管这些艺人 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往这个虚拟偶像方面去思考 因为当这个虚拟的肖像它被创造出来以后 它就会属于这个公司的 那它就会变成一直是它的这个智慧财产权 可是另外一个东西是为什么这几年开始有陆续这样出来 其实就是在与科技的进步 因为这些虚拟的偶像呢 它必须要及时的跟这些粉丝们互动 不管在网络上甚至在将来的元宇宙上面 那它就变成需要大量的这些运算 拟真的这些3D技术 那刚好这几年其实飞快的进步 几个绘图厂家晶片自然运算 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慧 这几年也是如火如荼的这样子生 所以甚至有一些的虚拟偶像 不只是来当偶像 还有一些你有听过像虚拟主播 虚拟客服 它甚至可以跟你直接应对 为什么 因为它的资料库里面 就是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人工智慧的运算 对 我想因为是这样子 才会有这个虚拟偶像的出现 那至于这则新闻里面说 这个团里面五个人 有四个真人 加上一个虚拟的 我想它就是拿来小试 这个市场的反应 应该是 因为其实像是 他们南韩的这个女团叫ASPA 他们也是四个这个真人 然后带着四个他们的分身 你就会从MV 或者他们的一些宣传的短片 会看到都一起出现 那因为ASPA非常红 很多青少年都非常喜欢他们 所以你意思说有点就是 带着这些虚拟的来试一下水温 对 因为也许很多的国情或者什么看法 你一开始纯粹纯虚拟 不见得每一个国家国情 他们或者是观众听众 他们都能接受 对 那当然也有成功的 像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日本的虚拟偶像嘛 初音未来 对不对 不过它是 比较有点像卡通式的 对 它不像虚拟的感觉 就是它更感觉有点像真人 但是其实你又知道它是假的 它其实就很像我们以前看的漫画 只是说它很会唱跳 就很多青少年会跟着这些流行歌曲 所以也都还蛮受欢迎的 所以它基本上会吸引不同的年龄层 对 那有的年龄层是这样 有的年龄层是这样 那它就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他们的手法 因为现在的电脑绘图技术实在太厉害了 好 说到初音未来 你知道它其实本来是 软体公司研发的一个虚拟代演员 结果因为意外的受到了漫民喜爱 他们竟然真的来台湾开唱了 而且那个时候 开唱的时候是连唱两场 看到是粉丝大排长龙的 那个时候算一算说 他们出道五年 衍生出来的商机是高达台币37.5亿 所以其实现在从日本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 这个虚拟的偶像商机无限的人 没有错 因为就刚刚提了 第一个是它是虚拟偶像 只要它红了以后 它其实不像真的偶像 还要跟经纪公司去抽这些费用 所以这个也会导致很多去 这样去设计这些虚拟偶像 那它又听话 对不对 它不只是一天可以演两场 它可以同时间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现 因为它是虚拟的 对所以它可以同时在美国 在伦敦 在日本 在台湾 对不对 一起演都可以 因为你有这个著作权跟肖像权 然后体力无限 就像你讲的 它一天不止一两场 它无限场都可以 对 所以它可以在同时间 可以在世界各地一起出现 为什么 因为这个肖像权在这个公司上 它的背后的运算议题只要够多 它可以同时间在各地都出现 那这当然是它的好处 对 可是呢 其实我认为虚拟偶像 对于商业来讲的话 它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听话 配合度百分百 对对对 那另外就是说 它可以24小时 它不休息 所以像虚拟客服 我们可以打造出一个虚拟的人物 那它刚刚用应对的 那应对的时候 那如果是人 真人的call center服务的话 其实要轮班 对不对 那它可以让一些有陪伴感 对 那为什么 因为它有那个形象 所以让 比如说现在日本 可能也在设计一些 类似那种叫陪伴机器人 那有的是用荧幕 里面就是用一个虚拟人物 跟他做陪伴 因为年老的人在家里面 可能没有人陪伴 然后或者是 我们做成那种 我们看到那种电影的机器人 就是死邦邦的 看我们看很多那种送餐机器人 其实它没有人味 对 所以日本和韩国 我看过几个报道 他们其实是把一个大的电视 里面直接就放虚拟人物 有那个人物跟他去做应对 也不会像我们用手机去讲说 Google还是 Siri 你告诉我什么 它来一个回应 它还有多的那个影像 所以其实好的运用上 其实它会可以帮助人 去克服某些孤独 有些老一辈的部分 也是这样 那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些技术 我们来讲一些怀骨偶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演唱会 邓绿军小姐 从舞台走出来 跟着这个其他的 真正存在的歌星 对唱歌 我记得跟周杰伦 有一起合唱过 对对对 他就是在舞台上 利用漂浮这个浮空投影的概念 把这个虚拟的邓绿军放上去 然后他的声音的取样 也是采用那个邓绿军的音质 然后让他去对唱 所以其实这种用3D拟针的技术 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如果大家以前看过 这些那个广告 其实或者是电影 其实有非常多的替身 在演的时候 不是主角真的下去演的时候 他有的部分是用虚拟去做 你刚才也讲到一个技术 叫浮空投影 那个是怎么样一个技术 浮空投影 其实来讲 就是我们就是把 这个影像投影在空中 那事实上 影像是不可能投影在空中的 因为光要成像 一定要有粒子 一定要有附着点 所以通常的浮空投影 是放一片玻璃 或放一片沙 那我投在那个地方 那通常你去看那个地方 都会暗暗的 因为它是半透明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的人视角 去走的时候 它是漂浮在空中的 你就会觉得很有立体感 对 那这是一种应用的技术 所以会让你觉得说 它好像真的站在那里 这也就是说 刚刚在提像这个 周杰伦跟邓丽君的 是个唱的时候 你从舞台下看下去 好像就是两个真人在演 在唱歌 但其实一个是假的 是浮空投影 一个是真人 对 我现在你讲的这个浮空投影 我在有一些的歌手演唱会 然后还有一些剧场表演 都有看到类似 就蛮神奇的 对 因为这种科技 我现在研发的非常多 还有另外一种是戴立体眼镜 对 你戴了那个眼镜以后呢 你眼镜里面会有一个人物 透过你的眼镜 跟现场看起来 就把它叠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叫扩真实境 其实这些 它的背后都是强大的3D的运算 对 然后让我们的人 观众 可以透过它下去 以为它是真的 那它其实是假的 我觉得有一部电影 非常的有名 这部电影的名称 就叫做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那它是讲一个 一开始生下来的婴儿 它的年纪就很老 然后到它 它跟别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越来越老化 它到来最后 它就是越来越年轻 到变成婴儿 反过来 那不管你哪一个真人去演它 其实你只能演中间的一个时段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主角 这个布莱德比特的这个脸 输入电脑 然后把它变成婴儿化 跟把它变成老人化 所以前后部分 全部都是用电脑动画去制作的 很神奇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来 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其实我们看什么是真什么假 有一些不容易看 但是有几个地方 其实是可以 比较容易让你去判断 它是电脑动画还是真人拍摄 你判断得出来 我被考过 但是那次我是判断成对了 就是我有一次去这个数字王国 他们就是拍这个片子的 对 他就秀了两个人 一个是十几照片 一个是他们合出来的 然后他们就说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虚拟的 那次我是判断正确 那大概两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一个是眼睛 另外一个是毛发 毛发的根部 跟头皮交界的地方 因为其实电脑动画通常都是太完美 对 那完美到部分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 人之所以可爱 就是人不会很对称 人不会很完美 对 那同样的道理 你的眼睛可能也没办法透彻到那么的干净 所以这个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让每一个人有他的个性化 对对对 所以太完美的东西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 很奇怪 对对对 你应该是因为学过美术 所以你看得出来 其实不容易判断 老实讲 现在技术真的很不容易判断 哇 这样很怕耶 会被很多的这种 你要在荧幕上的工作 都会被取代 没有错 其实很多的电影 也是这样 我觉得 看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如果你把这个虚拟偶像 当做像刚刚讲 当做陪伴 他是真是假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像我看到的报道 在日本 他们有这种 电视里面的虚拟人物 做陪伴的时候 对于那些 独居的老者 他其实看到他会认为是真 那他会有一个心理的依靠 所以达到那样的效果 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好 那也许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 像刚刚Nancy在讲这个初音未来 因为他就很动漫 对 所以基本上他就吸引不了我 对因为我不是那个年龄层喜欢的粉丝 对所以不同的技术其实应用到不同的人 就好像其实现在我们在录这个Podcast Podcast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喜欢听我们两个在谈这件事情的 是一种听众群 不喜欢的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听众群 所以技术它永远一直在成长 只是说技术用在哪一个地方 让我们这些人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重点 对因为大家有在想说 你看有些人会把虚拟人跟复制人 去做一个比较 虚拟人如果说 大家每个人都有分身 或甚至这个世界上将来 虚拟人比真人还多了 这很难想象 其实就在之前好莱坞有一个 这个电影叫机械公敌 但好莱坞的科幻电影 常常在过N年后 就有一点好像被实现 那我先讲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虚拟偶像 它如果后面有一个人工智慧 不是真的人去唱歌演它的话 其他后面其实是把 人工智慧里面该要有应对的东西 都把它竖进去 那机械公敌的话 是把它竖到机器人身上 对 所以那部片里面的机器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 对 只是说它的大脑里面 在设定人工智慧的程式里面 有一条 就是你不能反抗 不能伤害人类 不能反抗人类 对 对 那只是那个 它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当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慧 自己一直研发 一直成长 一直成长 成长到最后以后 它认为人类才是人类的祸害 所以它觉得要保护人类 就是要把人类软静起来 要听他们的 所以跟人的原意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冲突了 这也就是说 从那个片子里面 其实也告诉我们人要深思 就是说很多东西 你以为你掌控了一切 其实并没有 有很多会超出你的状况之外 我们人常常讲说 人是这个万物之灵 对 其实不是 人在宇宙之间其实是很渺小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科技发展到现在 我们用很多 比如说汽油石化 做了很多东西 塑胶 结果你看我们前一阵子在谈这个塑胶议题 我们人以为做出很多很棒的 结果反而造成我们的无赖 对 我记得那时候 邓丽君 就是他的这个虚拟人 上台唱歌的时候 很多的人都非常的感动 就像Roger说的 主要就是看人怎么样来运用 我们所设计出来的虚拟人 机器人 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 其实就是超人 那我们知道超人 他后来因为得到这个 帕金绅士症 那他没办法站 就有一年的这个影展 就用虚拟的这个技术 让他从这个轮椅上站得起来 其实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有一个梦想 我们会越来越好 所以人类所有发展的技术 其实是希望要帮助到人类 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 会被取代 不管是真人 还是虚拟人 还是机器人 就像Roger讲的 只要他是对我们的社会 有帮助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一个正向发展 是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个性 那也有自己的特点 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人工智慧应该也不太能够 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些特点 拉出来 所以掌握自己 每一个人的个性 那我们自我去发挥 真的不用考虑到 太想到这个虚拟人物 会取代我们 新闻光笔 提供你观点思考 我是Nancy 我是Roger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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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